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循环 呃不配优先对列对吧 优先对列会 呃跟普通对列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 普通对列咱们只要入列跟出列就可以了对吧 它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咱们优先对列 必须考虑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优先级 对吧优先级英文 咱们先律先学习一下叫priority 优先级对吧 咱们要做的优先优先对列的全程应该叫priority 这个不会读对吧 这个有点尴尬 呃会的朋友啊教教我啊 那我们要做一个优先对列的话呢 考虑对列里面每个元素的优先级 比如说咱们有个元素对吧 比如说有个用户吧 叫小黑 它优先级是3 那么有还有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小明 它优先级是5 对吧 那么小明的优先级明显大于小黑的 应该排在更前面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优先对列跟普通对列的区别 也在于优先对列的里面的元素呢 都要带 携带一个属性的优先级 ok 那么我们去怎么去表示这个东西呢 ok我们来实现它了 priority 对吧 什么什么什么 等于function 同样的前面基本差不多 yitems来存储这么一个对列元素 ok 咱们现在要 嗯 要考虑了 那么 作为 这是里面的某个元素对不对 这是咱们对列里面的某个元素 它存在两个东西 一个叫它的名字 一个是它的优先级 那么我们最好的表达方式什么呢 当然是咱们的object类型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是什么样的呢 nam 小黑 对吧 然后呢接下来 下一个优先级 priority ority 是多少呢 是三 这样表示是非常的完美 也非常符合 用这种方式表示的话 非常符合我们使用js的习惯 对吧 那我们要对每一个 也就是比如说小黑要用一个对象表示 小明要用一个对象表示 那么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去实现一个构造去 去产生一个对象 对吧 所以呢咱们需要用了咱们第一个辅助类了 辅助 辅助类 辅助类什么呢 就是 哇 起个名字叫 per per 算了算了 queue item 好吧 等于function 它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里面的内容 element 另一个是它优先级 priority ok 然后 这类要大写 要大写 然后呢 它有两个属性 this.element 等于element this.priority等于priority 很简单对吧 咱们就可以用它来构建一个类 一个对象了 用这个类 好了 咱们就实现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因为最复杂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其实初列都是一样对吧 就是咱们这个对链 其实问题并不难啊 比如说咱们 呃 一个对链 对吧 就入列的时候会麻烦点 比如说现在优先级有个优先级是5的 有个是4的 有个是3的 有个是2的 有个是1的 这么一些一些也在这排队的把这对链头 ok现在来了一个优先级为6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只要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说放在这儿 对吧 它优先级最高 那初列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头开始出 对吧 所以说咱们就不用考虑它初列的问题 因为跟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只考虑第一个问题 入列的问题 好吧 ok实现这个方法 this.in 对吧 function 然后呢传入一个element以及它的优先级 咱们就得处理这个问题了吧 对不对 好了 首先第一步咱们要构建这样一个对象 哇 嗯 q 啊 item qi吧 哎呀我觉得这样不好 qe ue 对吧 item 等于new 这个对类项目 把element和priority都传进去 ok 就说我们里面的每一个items里面每一项都有这个手心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入列的时候还能简单的这样吗 还能简单的写item.push吗 能这么写吗 我打无数个问号对吧 当然不行 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你他妈 比如说别人20级会员对吧 排在一级会员后面 这就不叫优先对列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一件东西叫比较它的优先级 那怎么比较呢 没办法for循环对吧 fori等于0 i小于去便利items里面的每个元素 i++ i++ 然后怎么办呢 if 咱们这个项目点 的优先级 大于 items 的优先级 items的di项的优先级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 得把它放到里面来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刚才那样 有一些人在排队了对吧 这是头 这是队伍的头 要那有些人在排队 这是12级的 6级的 3级的 OK这时候来了一个7级的怎么办 就从头开始便利呗对吧 比如说你比他高级吗 不比他高级那怎么办 排到他后面去 ok 要那你比他高级吗 对吧 比他高级那排到他前面去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顺序 好吧 所以说我们 还要想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12 6 3他进来就会变成12 7 6 3 所以说咱们是不是相当于 在这里 插入了一个元素 插入元素 咱们以前可没学过 所以这里 咱们又要学数组的另外一种操作了 OK 那学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们用这个Chrome的调试台来 先演示一下 还是VARAR等123 对吧 OK 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方法 Please 切割对吧 切割什么呢 他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切割的下标 比如说咱们要把这个1切掉 他下标多少 是0 对不对 然后呢要切割的元素的个数 OK 那么要切多少个呢 比如说咱们就把这个1切掉 就把1切掉 然后第三个参数什么呢 是你要替换这个切割的这个元素的 一个新的值 比如说咱们替换一个4进去 OK 咱们看看AR变什么了 变成423了 咱们捋一下这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 要切割的下标 对应的元素是哪个 是1 对不对 要切割的个数呢 它的意思啊 从0开始 从0开始切 开始切 开始切 这第一个参数对吧 那第二个参数呢 切 一个 那第三个呢 啊 这东西创可贴对吧 啊 用 用4 替换 对吧 这三个参数的一个作用 那么咱们这 123 啊 从0开始切 切一个 切完之后用4替换 那么就会变成了4 2 3 对吧 结果就这样 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疑问 好 然后 嗯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考虑它一个新的用法 比较奇怪的用法 比如 ar.split 然后呢 从0开始切 切多少个呢 切0个 诶 可以切0个吗 当然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数据代替那个 位置 看 ar会变成什么 非常 1423 诶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在第0个 前面去插入了一个新的值1 因为我们切的是0个嘛 从0开始切0个 然后呢 在他在在在在这里用一个1去替换他 诶 那咱们对列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呢 再回到刚才这个例子啊 刚才是什么样的例子 12对吧 啊 5 3 这些用户在这儿 然后呢7进来了 他应该怎么放到这儿呢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从哪开切 从 这个下标开切 切多少 从 01对吧 从1开切 切到 切0个 然后呢 新替换的值是这个值 对不对 是不是 咱们应该这么干 就能够变成什么样 变成12 753了 咱们试一下啊 哇 array 等于 12 5 3 对吧 就对列的样子 arr.s please 切多少 从哪开切 从1开切 切0个 切完之后替换什么 切完为7 要看arr是什么 12753 好 这个方法啊 就这样 那咱们想一下 咱们应该怎么样呢 这个7加进来之后应该先跟他比较 对不对 如果7比他大怎么办 就把他放到他前面去 那么他 那么7呢 是比5大的 而不是比12大的 所以呢 他一个个比较对吧 直到比到合适为止 那这个比较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if 我们这个新进来的元素的优先级 大于di向的优先级 对吧 那么是不是应该 咱们 咱们 咱们再 再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啊 12 5 3 OK 首先我们7这个优先级进来了 比第一个的优先级大吗 不比 OK for循环往下走 比他的优先级大吗 比他的优先级大 这时候i等于多少了 i等于他的下标1了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7放在这儿 是不是刚才我们那个方法的过程一样的 所以应该怎么办呢 items 点 split 多少呢 从i开始切零个 切换完之后 替换为 新项目的 什么 把这个新项目放进去就可以来了吧 对吧 把这个新项目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 如果 没有找到 对吧 然后这时候可以break了吧 因为不然的话会产生下一个问题 对吧 如果不break会怎么样 break大家知道是退出循环对不对 那12 5 3 那么7进来跟12比较 假设我们没有break 然后不比他大对吧 然后跟5比较大 哎 放这儿了 然后呢继续执行 比3大 哎又放这儿了 这不乱套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第一次查进来之后 要赶紧break 退出这个循环 ok 这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对吧 break之后 然后我们会遇到下一个问题 如果整个forge环都没有查入怎么办 就是说他优先级可能是最小的 那最后 咱们需要 需要区分量的状态 要么他查入成功 要么他没查入对不对 所以呢咱们要定一个变量来区分他 ADDED等于false 是否查入成功了 如果这一行代码执行了代表什么 代表查入等于true 成功了 那不成功怎么办呢 最后补救一下 if 没查入成功 那怎么办 items.push 放最后就行了 因为他优先级肯定是最低的 对吧 那这点希望他大家理解啊 我再把这个过程捋一遍 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元素 比如12 5 3 咱们创建了一个优先级为7的元素 对不对 7 然后进来比较 1比较 跟12比比较大 对吧 跟5比比较大 然后呢 查到这之后 循环退出了 然后再执行这一行 查入成功了吗 这里咱们ADDED是true 对不对 那假设他查入成功了 然后呢 非处是什么 是false 所以这行代码会执行吗 false的话这行代码是不会执行的 所以呢 会继续往下走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来这个优先级是1的玩意儿 1 是不是便利过一变 都始终不能满足这if的条件 因为他优先级是最低的 对吧 跟12比比较大吗 不比较大 不比5大 不比3大 那怎么办 查入不成功 这行代码没有执行 所以呢ADDED会变为true吗 不会变为true 他还是false 还是false的话 在这里会怎么办 非false 就是true呗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执行这行代码 把它放在这个对立的最后面 OK 这是整体的一个思路 好吧 然后呢到这里 我们的优先对立 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咱们去尝试 查一些元素看看 哇 pq等于new priority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pq怎么办呢 先查入第一个 元素 比如说小黑 怎么办呢 优先级为10 然后pq 点 查一个元素 小名 优先级为多少 优先级为12 然后哪个会在前面呢 小名会在前面 因为他优先级比较高 对不对 然后咱们调试的话 写一个方法吧 呃 this.getitems 这咱们先写过对吧 returnitems OK 最后咱们再调查看一下 哪个应该在前面 如果小名在前面的话 是不是咱们这个就成功了 咱们试一下 呃pq 点getitems 看一下 呃小名排在对列的最前面 他优先级最高 咱们的优先对列成功了 OK 这就是一个优先对列的一个问题啊 咱们来捋一下 首先我们创造的一个辅助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人的名字跟他优先级是仅仅关联的 对不对 他们应该放在一个对象里面 因为他们呢 呃这个东西 要详细讲的话太 太麻烦了 他都能专门开一门课讲面相对 讲面相对象的一些思想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数据呢 是互相有关系的 所以呢放在一起 代表呢 小黑的优先级为3 小名的优先级为5 对不对 所以呢为了创建这么一个对象 我们设计了一个辅助类 来呃 创建对象对吧 这个构造器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对列里面 每次呢 新插入元素的时候都会创建一个这个对列元素 对吧 他拥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这个元素的内容 以及他优先级 然后呢我们在插入的时候怎么样 会逐于对比他们优先级的大小 然后呢 用这个splice一个斜门歪道的方法 对吧 去插入元素 然后呢如果最后插入不成功的话 还得把它放在队伍的最后面 没办法 谁叫你的优先级最低呢 对吧 这个就是优先对列的一些小问题 这个代码比刚才的会稍微复杂的 因为刚才的入列操作的话是一行代码搞定了 对不对 那这里呢用了那么多行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复杂度会稍微高一点 ok 接下来呢咱们就能回答咱们导论里的第一个问题对吧 对列跟站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呢 咱们再捋一遍啊 嗯 同样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管子对不对 咱们这么去思考它 然后呢站怎么样呢 在这边拿这边出 对吧这边是封死的不能碰的 然后呢对列呢是一边进另外一边出 一个是后进 先出 一个是先进 要怎么啊 后出 呃呸呸呸呸呸 这个有点蒙了吧 先进 先进 先出 ok 这就是对列和站的区别了 好啊 这一课就到这了 那大家一定要把这代码好好写一写 因为呢我们后面的下一节课我们讲链表 链表呢会稍微更加复杂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